欢迎收看汉天生活报道 首先来看南加州社区方面的消息 为庆祝中国国庆70周年 由全国桥主办美国南加州华人联合总会承办的 亲情中华文艺晚会 将于10月16日在圣盖博大剧院隆重登场 为此主办方于日前在圣盖博士召开新闻发布会 各主办方成员在会上分别致辞 就此次演出活动向与会媒体记者做了详细说明 美国南加州华人联合总会会长邵文 理事长熊文胜 监事长余泽伟 常务理事长黄敬 常务监事长曾小梅等南华总会员干部 30多人出席了当天的会议 请看报道 为在南加地区隆重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 成立70周年 由中华全国华侨联合会主办 美国南加州华人联合总会承办的 2019亲情中华文艺晚会 将于10月16日晚7点 在圣盖博大局院隆总登场 为此主办方一日前 在圣盖博市召开新闻发布会 会上各主办方成员 就此次演出的各项安排 向与会媒体记者做了详细说明 美国南加州华人联合总会会长邵文 理事长雄文胜 监事长余泽伟 常务理事长黄敬 常务监事长曾小梅 等南华总干部30多人 出席了当天的会议 所以这次我们美国南加州华人联合总会 非常荣幸地来承办这次 这个亲情中华的海外演出 亲情中华海外演出 实际上它是乔连的一个非常有名的品牌 所以这次就是使馆对我们这个活动也是非常的支持 这次首先我觉得要表示几个感谢 一个是要感谢我们中国侨联的文化交流部的部长 刘齐部长会亲自率团到我们这边来参加这次的演出 所以队伍也是非常的庞大 我想他带出来的表演也是会非常的精彩 这也是为什么说 我说美国华人联合总会来承接这个任务 也感到非常的责任重大 好在我们有美国华人联合社团联合会的 我们郭宋主席 我们月简聊的吴景辉主席 都是作为我们的先当单位 大家一起会把这次活动做好 另外我们的美华总的 就是我们过去叫美华总 现在叫南华总 不管怎么样 大家对这个名字都 南加州华人联合总会 所有的我们的成员社团和企业 都对这次演出呢就是发出了自己非常这个渴望和一起来去协助把这个事情做好的这么一个心声 所以我相信我们的这个社团呢一定会把这件事情做好 还有呢就是要感谢我们的总领馆 总领馆呢是这次我们的支持单位 我这两天一直在跟使馆进行着密切的一些沟通 因为他们刚刚过完国庆节 所以这次的话你们就好好来组织 这个事情作为使馆来讲 在后面一定会全力的支持 包括这个我们的这个招待会啊 我们的演出啊 使馆的这个有关的领导都会来参与 所以呢 这次就是跟我们在座的这个记者 我们的美华总的这个干部们 给大家讲一下就是 这次呢责任非常的重大 我们有信心呢一定会把它做好 同时呢我们一定要让我们海外的 广泛的洛杉矶的这个海外乔包 能够感受到我们桥连 我们祖国给我们带来的这个精神上的享受 2019亲情中华文艺演出 由中华全国华侨联合会主办 美国南加州华人联合总会承办 美国南加州华人联合总会各成员社团及企业协办 中国驻洛杉矶总领馆也将给予大力支持 全体与会人士表示 大家一定共同努力 自在为洛杉矶地区乔邦们 献上一场精彩的国庆文艺演出 汉天卫视记者吕立川 洛杉矶采访报告 在中美建交40周年之际 2019年10月9日上午 美国圣盖博古金河组织与中国江苏南京 乔梦院中美科技创新中心 为促进中美双方的经贸合作搭建桥梁 推动地方间的经贸往来 双方于圣盖博古金河组织总部 举行了签约仪式 签署了关于建立江苏南京 加州圣盖博古贸易投资合作备忘录 请看报道 在中美建交40周年之际 2019年10月9日上午 美国圣盖博古金河组织 与中国江苏南京 乔梦院中美科技创新中心 为促进中美双方的经贸合作搭建桥梁 推动地方间的经贸往来 双方于圣盖博古金河组织总部 举行了签约仪式 签署了关于建立江苏南京 加州圣盖博古贸易投资合作备忘录 签约仪式上 Bill Mannes与中美科技创新中心 CEO姚依娜女士共同表示 双方将在职权范围内 积极推进江苏南京 与加州圣盖博古区域 经贸投资合作 通过加强江苏南京 和加州圣盖博古 在商务领域相关利益的对话 深化双边经济合作和商务联系 今天是江苏南京乔梦院 中美科技创新中心 以圣盖博金河组织签约仪式的日子 非常高兴 我们今天能达成这样的合作和交流 我们接下来会通过 相互的深入的互相访问 举办论坛 到企业去参观访问 甚至是学生学校的交流合作 促进我们两个国家 两个地区之间的深入交流 中美建交40周年之际 能举办这样子的活动 非常的有意义 也有价值 我们非常高兴 期待着更多更进一步的深入合作和交流 江苏南京乔梦院中美科技创新中心主任 姚依娜女士 同圣盖博股金河组织CEO Bill Mannes 共同签署了 建立江苏南京 加州圣盖博股贸易投资合作备忘录 前月当天 恰逢圣盖博股金河组织的理事会例会 到场的董事们都给予了友好的祝福 汉天卫视记者徐一鸣报道 近日 两名疑似华裔的姐妹在街上行走 竟遭三名歹徒暴力抢劫 三人不知从哪里冒出来的 一眨眼的工夫就抢走了他们挂在肩上的包 还把妹妹拖到地上 据报道 警察正在西好莱坞搜寻三名抢包贼 周日晚上 54岁的受害者A女士和她的妹妹 在好莱坞一个餐厅吃饭 这本该是个美好的夜晚 10点左右 两人用餐完毕从餐厅出来 有说有笑地顺着King's Road慢慢走向停车场 两人一前一后 妹妹走得稍微慢点 就在这时 三名男子突然出现在他们背后 朝两人飞奔过去 其中一名男子跑到A女士旁边 一把夺过A女士身上的黑白花纹的包 A女士大惊失色 根本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但她的本能告诉她包不能丢 于是情急之下 她和歹徒撕扯了起来 企图将包抢回来 但这场拉扯只持续了不到五秒 另一名歹徒做事要上前帮忙 A女士立刻意识到寡不敌众 只好无奈地松了手 见包已得手 歹徒也没有久留 当即逃离了现场 这时A女士回头 看见原本在自己身后走着的妹妹 已经被拖到了地上 原来在她与歹徒搏斗的时候 妹妹被两名歹徒包围 其中一人上来就抓住了妹妹的白包 转身逃走 但她没料到 妹妹也抓着包不撒手 就在两人要陷入僵局的时候 第三名歹徒一个滑行踢了妹妹一脚 妹妹失去了平衡 被歹徒拖到地上 不得不松手 歹徒们拿了包张望了两下 立刻折返飞奔逃离现场 徒留妹妹一人慌张地坐在马路上 整理自己还没缓过来紧张的情绪 A女士在接受采访时表示 我太害怕了 但是我当时不该跟她们对峙的 就该让她们拿走所有的东西 不过幸好她们身上没有武器 A女士称 歹徒得逞后只跑了一小段 她远远看见他们放慢脚步 跟个正常人一样离开Kings Road 他们抢完包后 假装在路上闲停信步的样子 和抢包前在市场门口蹲点的模样 都被大厦门口的监控录像记录下来 A女士表示 她相信对方不是急性作案 而是将她作为抢劫的目标 觉得他们是软柿子 好下手 她和妹妹的手机 信用卡 小包 全部都被抢走 事发在周日晚上10点左右 地点在Kings Road上对面的一栋公寓大楼前 公寓门口发生这样的大事 让整个街道上的居民都惶恐不安 住在附近的塔玛戴维斯说 这让我很紧张 也让我更谨慎了一点 我通常用购物袋 所以它看起来像个购物袋 这样我就不用再用我那又大又贵的钱包了 居民史蒂文也表示 这会提醒你 晚上出门要时刻保持警惕 周二上午 美国国家公园管理局 在一份措辞严肃的声明中表示 在圣塔莫尼卡山脉 对美洲狮进行的一项研究中 发现了两只美洲狮的尸体 有证据表明它们都摄入了老鼠毒素 根据生物学家的说法 其中一头名为P30的六岁雄性美洲狮 死于抗凝血杀鼠剂中毒 另一只名为P53的四岁雌性美洲狮 的死因还没明确 但检测结果显示 它的肝脏里也发现了抗凝血杀鼠剂 圣塔莫尼卡山国家娱乐服务的公共信息官员表示 9月9日在托邦加州立公园发现了P30的尸体 当时它的无线电圈已经发出了死亡的信号 工作人员在说明中说 P30没有明显的受伤和外伤迹象 各方面看起来都很健康 实践发现它死于体内出血 脑部和腹部都严重出血 声明称 仅在美洲狮的腹部 官员就发现了约5升未凝结的血液 检测发现 P30美洲狮摄入了5种不同的抗凝血灭属剂 公园官员说 据洛杉矶县对大型猫科动物进行的长期研究显现 它已经是第5只死于老鼠药的美洲狮了 另一方面 研究人员8月15日 马里布发现P53美洲狮时 它的尸体已经彻底腐烂 因此生物学家无法确定它的死因 但是测试显示 P53美洲狮的肝脏中 检测出了4种不同的抗凝血灭属剂 生态学家圣莫尼卡山国家油气区野生动物部门负责人表示 在我们整个研究过程中 几乎每只美洲狮都接触过这些有毒物质 通常是多种化合物 而且含量通常很高 今年4月 美洲狮P47死于鼠毒 再早一点的时候 在去年火灾后 研究人员发现了另一头死于老鼠药的美洲狮P64 检测显示P64的肝脏中含有6种不同的抗凝血化合物 通常情况下 美洲狮和其他食物链顶端的食肉动物们 可能因为吃到体内含有老鼠药的动物 从而接触到有毒物质 虽然并不是所有的美洲狮都死于老鼠药 但这些有毒物质会以很多方式影响它们的健康 研究人员称 即使没有直接死于老鼠药 我们的研究表明 很多大猫 比如山猫的免疫系统都受到了巨大的影响 美国国家公园管理局表示 抗凝血中毒是圣塔莫尼卡山脉 以及周边地区美洲狮的第二大死因 除了老鼠药以外 9月7日 一只名叫P61的美洲狮 在塞浦尔维达山口的405高速公路上 被另一只美洲狮追赶时被一辆汽车撞死 今年7月P38头部重弹死亡 一名男子承认射杀了受保护的美洲狮 并于上周被判处30天监禁 有时候一个物种的灭绝 只在我们的一念之间 所以保护自然环境变得越来越重要 9日凌晨 4名窃贼因在南加州蒙特利公园市 一栋民宅实施入室盗窃 被警方逮个正着 据介绍 这几名嫌犯都是帮派惯犯 其中有人将面临三镇出局的终神监禁 目前3人被正式逮捕 另有一人保释候审 落线警局的一辆警车 在夜间巡逻的时候 于今天凌晨撞见 一起入室的盗窃案的全过程 4名嫌犯乘坐两辆吉普车 一个是白色的奔驰 一个是银色的雪布莱 奔驰车慢慢开进蒙世花丛路 夜深人静的居民区街道停在路边 驾车者下车走向一栋住宅 用敲门盗窃的伎俩 发现屋内无人后回到车上 不一会儿雪布莱吉普车开过来 停在附近 两名嫌犯下车后走进那栋住宅后院 过了一会儿 这两名嫌犯匆匆从前门离开 上了雪布莱吉普车 与此同时 两辆吉普车同时离开 巡逻警员发现 住宅后窗被砸碎打开 屋内翻箱倒柜 确认入室盗窃案已经发生 于是与其他支援警察 一起将四辆嫌犯的车辆拦截 雪布莱车上抓捕的三名嫌犯 分别为40岁的罗宾逊 42岁的丹尼尔斯 和37岁的格林 这三人均是洛杉矶居民 警方从车上找到了被盗珠宝 现金和一个警用无线电扫描器 奔驰车最后在窝囊市找到 驾车的正是实施敲门盗窃的提斯比 32岁的洛杉矶居民 驾驶雪布莱的格林 被警方以入室盗窃罪登记在案 干人是一名街头帮派成员 钱科雷雷 曾因入室盗窃贩毒等重罪 被捕判刑 罗宾逊也是一名南洛杉矶街头帮派成员 曾因入室盗窃和贩毒等罪名 被抓入狱 目前正在假时期 警方以再次入室盗窃和拥有盗窃工具等罪名 将其登记注册 因罗宾逊犯罪超过三次 很可能因为三阵出局被判终身监禁 丹尼尔斯同样是个帮派成员 有过偷盗 预谋盗窃 贩毒和非法拥有枪支等前科 这次警方以入室盗窃罪将其登记在案 帮派成员提斯比有过两次入室盗窃的前科 这次又被警方以入室盗窃罪登记 他也将面临三阵出局的下场 格林交保后释放候审 丹尼尔斯·罗宾逊和提斯比 因交不出百万保释金而在押候审 由于这四名嫌犯犯罪足迹遍布难加 洛宪警局目前正在与各地方警局紧密配合 进一步调查这伙犯罪集团 是否和其他入室盗窃等案件有关 警方呼吁知情者请积极向警方提供信息 感谢收看今天的汉天生活报道 我们下期再见